书间上回 罗燕想到自己如果要是跳进去的话 非但捉不住责任 自己很可能还受害 莫不如我赶快离开此地 另想别策 他翻身轻轻的上了房 一点一点 他的轻功确实绝 里边毫无察觉 罗燕就离开了这个插翅虎王乡的院子 一想店我也就不用去告诉去了 店家的钱反正我已经给了 速回住庭了 秉明于大人 马上钓人 多派几个人来 像葛云了 饭馆了 都带了来 再捉一番 依然和这个王乡 想到这个地方 他是急走不停 尤其夜间 又没人看着他 施展起来 轻功了 飞也险思 他急走了 有很长的一段功夫 自己稍微觉着有点累了 把脚步放慢 心的话 半路上最好找个地方歇息一下 要是在野外歇着呢 不大合适 正好路旁有一所院落 很是宽敞的样子 有一个人正好站在门口 罗燕直接就过来了 戏一看 是个上了年岁的老夫人 东丑希望像是在瞧什么人 罗燕怕惊召这个老太太 先咳嗽了一下 不 老人家 我有话跟您了 说 嗯 这个老夫人 把罗燕上下瞧了一下 啊 看来您是过路的 一点也不错 走远道的 没想到 前不招村 后不招店 走在您这个地方 老人家 能不能有个地方我稍需歇息一下 天亮我就赶路 老人家 能够照顾我一下 老太太打得开声 嗨 谁出门还背着房子抗走 来来来来 跟我到里边吧 我们家啊 你别看这么大房子 共计三个人 还有一个女的 今天回家了 她给我帮个忙啊 干个活 再就是我儿子 她还没在家 你没看我出来 瞧吗 请到里边 请到里边吧 到里边 直接进了上房 上房正面是五间 两边有配房 一边三间 六间房子 三合的院子 很是扩照 嗯 罗燕西那会儿 这个地方的家人 还都挺不错 可是 这么大的院落 就三口人 啊 一个女的 看来 是帮着老太太干活 顾着人的意思 老太太就说 这位客爷 你来贵姓 哎呀 连贵不敢当 在下姓罗 你稍微等一下 我去给你安排安排 啊 饿了不 罗燕摇头说 我不饿 要渴了 正好这块 还有水 你喝吧 那个茶呀 是我刚泡上的 要不嫌弃 您就先喝着 说到这儿 这老太太就出去了 功夫不大回来了 客爷啊 就不留您在正房了 厢房我已经给您安排好了 来请随我来 到了厢房 一看安排的都非常好 自己一个屋 一张床 背入都很干净 老太太就说 客爷你就在这儿休息你的吧 一会儿我那个儿子啊 可能回来 他呀 背不住 打扰您一下 哦 哈哈哈哈 那个令郎 他在外边做买卖 买儿 诗不相瞒 家里边吧 日子过得还可以 他父亲临终之前呢 给我们留下点家底 他就不做买卖 我们娘俩吃啊 这说实在的 就娶妻生子 过这一辈也够了 当然了 哎 就一般老百姓说 没关系 没想到 哎 我这个儿子耍千物棒 非要练武 说是文武两克 将来能出息 当什么侠客 哎呀 我看他当侠客 哎 客呢 哎呀 您休息休息吧 哎 我就不打扰了 嗯 好 这罗燕点点头一听 他儿子是练武术的 还没有多大一会儿 就听着外边啊 有脚步直升 有人喊 娘 你老还没歇着呢 因为看着灯了 听说话的声音 这个人呢 有二十大多的意思 就听里边老太太就说了 你呀 你呀 天天晚上这么晚回来 让我惦记着 你不回来 我能歇着吗 娘 我今儿子 见着了不少高人 啊 什么高人矮人的 高人还有八百丈高啊 哎呀 你吃饭不吃了 娘 吃的饱饱的 一点也不吃了 呃 今天来了不少客人 又是这又是那的 咱们家也来了一位客人 我把他安排到厢房歇着了 他是走远道的 挺乏了 我看这个人 哎 挺好的 我说你就在那个厢房歇着吧 我给他安排了 哦 娘 我去看看他 别的去了 人家已经歇着了 人家是走远道的 挺乏的 你再去 我都说你了 我就怕你回来跟人家东扯西说的 一聊啊 聊到什么时候 听完了 打扰人家歇着 人家哪个早晨还赶路呢 啊 那倒是 不过 我我 我看一眼就回来 这个人啊 是默声奔着罗燕这个房子就来了 因为罗燕这屋里眼睁啊 知道是在这儿 他轻轻的敲了敲门 啊 客爷 您没睡吧 罗燕赶紧站起来 把衣服稍须整理了一下 哎呀 是令公子回来了吗 知名门开了 罗燕一瞧 二十七八岁的样子 嗯 有行列上 好像在哪见过死人 啊 哎呀 公子 我到你们家打扰了 真是 啊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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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您赶快请坐 呃 哎 借着灯光这个人注意仔细一瞧 哎呀 你是罗燕 罗燕当时就一惊 这小子认识我 他怎么认识我的 您怎么认识我 哎呀 你罗燕当时就一惊 哎呀 您忘了吗 这里边有这么一段事 这个人 今年二十七岁 叫王洪生 自幼就酷爱武学啊 四处拜师啊 书也不好好练 是高低要练武 东找个老师 西找个老师 找了一切老师 花的钱啊 哎 真是不少 父亲临终前呢 给他留下了几个钱 他呀 四处交友 练武术 练来练去 绝着自己 不得离了 嗯 大概我现在够侠客身份 你说跟他在一起的吧 都吃他喝他捧着他说 你 你要不用说侠客 哎 王洪生 我王英雄 您都够了 见仙了 是吗 见仙我倒不够 嗯 要说侠客差不多 他这位侠客 这天呢 他上县城里去 他看见有一个做小买卖的 卖东西本来就挣不了几个钱 姐那边就来了几个小子 到跟前了 二话没说 他说是拿东西就走 那个卖货的就说 哎呦 你拿了货了 还没交钱呢 那几个人一瞪眼 你不知道爷我是谁吗 外号叫张老虎 拿你点东西还用花钱呢 拿你东西这算给你的脸了 你还想要钱 走 呼啦 上了好几个呀 就把这个做买卖的 不容分数 就一通票揍 这王洪生在旁边就看着 王洪生 为人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很是正义这么个人 一瞧这个意思 岂有此理呀 另外觉得自己是侠客 哎呀 我得路见不平 拔刀先住 蹭 他就穿挡件去 呆呀 不许动手 哗 这个叫张老虎的 就把他仔细瞧了瞧 哎呀 我看着你也挺面善 好像本地人 不错 我叫王洪生 我是侠客 你们随便拿人家东西 不给钱 那是不行 该给多少给多少 差一点也办不到 做买卖的 你起来 没关系 啊 已经都坐趴下那个地方了 他一把给拽起来 你们赶快交钱 哎呀 和弹道还杀出你这么个玩意儿 你也没打听打听 爷太我是谁 王洪生说 你也没打听打听 爷太我是谁 我外号叫张老虎 我外号叫王大甲 你也这样是碰上 这个张老虎一瞪眼 好啊 王洪生就是你吧 对了 一点也不差 我听说你了 好打个抱不平 来 搜他 哗啦 上来十了个呀 这位王大侠不在乎 新华上来十多个 那侠客说打个三十二十都不在乎 叮当叮当 开始啊 打倒了两个 后来那就不行了 人家人多 他这个武术啊 是不在二五眼上 不在二五眼下 真在二五眼上啊 那哪能打得过这么多人呢 人家叮叨叨叨就把这位王洪生就问在那 这一通炮走 可把王洪生打赖了 但有一节就这么揍 王洪生也不输口 好小子 你们等着 哎呀 哎呦 你们等着 你们等着 等着 在赶大侠客 现在还侠客 正他挨揍的这个功夫 罗燕正好就这过 看了个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开始啊 罗燕就瞧着了 想着管这个事 说我过去告诉他 你该给钱给钱 怎么的 一合计 这个正想着呢 哎 突然出现了这么个王洪生 他以为这个姓王的心是油亮下 或者是旁边还有人帮忙 没想到 王洪生跟着他一起吃一起喝的那些个手们呢 早跑了 就王洪生这王侠客一人就当劲 让人家把侠客咳嗽坏了 罗燕一看 岂有此理 本来这个人啊 是个正经人 哎 路见不平 好人都是真的 哎 一般说都同情弱者嘛 罗燕到跟前 爬一身手就把 就把按着王洪生的这个人 他往前一摔了 他往前一摔了 拐着他的后心衣服 还有他的衣服领子 一发手往外一甩 啪 扔出去多老远呢 正好撞在人家旁边那个房子上 碰撞一下子 脑袋都给他磕破了 哎呀一声 耶 哇 这些人一看 哈哈 又出了一个 走 这帮人也走 可是这些人打罗燕 那可就不是刚才的王洪生了 罗燕打这些个呀 哎呀 那不是伸手抓过来 撒手扔出去 啪啪啪 连揍到了七个个呀 有几个 罗燕一合就让他重点 别让他再起来 他等爬起来的功夫不服 啪啪 就给了两脚重点 那俩小子起不来了 有一个胳膊还造舌了 罗燕看得明明斑斑的 那个叫张老虎的 啥腿要跑啊 罗燕一一把就把他盗住 上去掐住他的脖像 啪啪啪 先给他撕个嘴巴 你给我跪在这 不然今儿子我就掐死你 我是走远道的过路的 你们本地办案人 也找不着我 掐死你白枪 这张老虎啊 现在就不是老虎 变猫了 不计就跪那了 爷太 你饶命 饶命 你一定是侠客 我也不是侠客 我也不是六客 我就是路见不平 本来这个小伙 他指着王红生 人家是正义出来 让你给钱 你就给 现在把钱算了 给钱 少一个半 今儿子我绝你一根手指头 掌柜的 跟他算差 掌柜的 下去 爷挨了半天揍了 这位爷我谢谢你了 这钱一扑了脑袋 掌柜的心里明白 现在方你在这儿呢 他跪的那个地方 又是爹又是爷爷的叫 等你老走了 那我不照样吗 他欺负我们是容易 想到这个地方 爷 钱我就不要了 那还不说 再送个他点 那也没什么 掌柜的 你放心 我是常在这儿过的 这是第一 第二 本地 我有人 今后我专门派俩人 跟着这小子 就叫张老虎啊 就跟着这个老虎 这个老虎稍微一只毛 一丝牙 就把牙给他掰了去 张老虎你听见没有 下回你买东西 稍微差谁一个拜 我立刻就撅你一根手指头 今后你对人家这个做买卖 稍微啊 这位爷您放心就得了 吓死我也不敢 也不用说您在这儿有人 您就没人我也不敢 这回你老算把我教训好了 要真能把你教训好 还没算白送一回 一脚踢张老虎一溜滚 起来算账 给钱 是是是 赶不给 把钱拿出来了 少给 都多给了 剩下的都不敢要了 罗燕说我今天就算饶你一条小狗 滚 张老虎啊 带着他这帮小老虎啊 像耗子似的就溜跑了 王洪生爬起来啊 噗咕噗给罗燕就跪下 哎呀 恩人师父 我现在就拜你为师 罗燕就把他落起来 方才你的举动 我看个明明白白 你不是侠客吗 罗燕说这话也笑了 罗燕说你不是侠客吗 哎呀 我这侠客是我自己称的 没想到刚才让人家好揍 哎 尼勒才是真正的侠客呢 我就拜尼勒为师 以后再见 啊 我多攒过这儿的功夫 咱们俩再会 哎 你要想学武术呢 附近我认识有几个人 给你眼见眼见 你别的钱不用说 多买卖的这不钱给了吗 二话不容罗燕说 拽着罗燕掀上饭馆 叫了一桌子菜 把酒摆在那儿 把钱他掀给了 啪 罗燕给钱 他掀给了 看出罗燕这个意思来 恩人 您不但救了我 而且您才是真正的 见义勇为的侠客 我就拜您了 您了贵姓 罗燕一合计 你说我不跟他说实话 还不大好 我姓罗 我叫罗燕 十步相反 啪 这腰子把令牌拽出来 说你不用跟别人说 你知道有一位 于谦经中派出来的 御史大人 查访寺外的一位 于大人 我是他首先的半柴官 哎呀 哎呀呀呀呀 老了半天是大人 这跪地就要磕头 罗燕赶紧 在饭馆里 让大家伙看着反眉不好 快快快快 请坐 咱们弟兄们 算交个朋友 以后一当有了机会的话 你要真想跟我学点武术 我尽我所知 我一定告诉你 那还不说 你这个事我记得心里边了 等望后 我一定给你介绍为老师 哎呀 我就拜您为师 谁的师父我也不拜了 师父 你别的不用说 您到咱们家去 咱们家就拟了人家 我就把您老养死 我都养得起 您就家里边有人 别说了 罗燕是百般推辞了 说以后我再过这儿 一定家里边拜访 王洪生把自己家住的哪儿 怎么回事 详详细细说了个明明白白 吃完饭了 罗燕这才告别就走了 可这王洪生啊 一直记着 多人一提起是谁了 有心说罗燕是我师父 心里边还想 人家是余大人手下的办柴官 不大好 我得找个好老师 他想来想去 他想到了 叉赤虎王翔这儿 花了不少钱呢 那个王翔是本来想弄他钱 一看他交钱 就说这么的吧 我就收你为徒 先交给你几招 真交给了王洪生点东西 可是那些 那武术文武两刻 是来不得半点虚假 要不说有些个 学生也好 不好好读书 讲来在文字上吧 是不会有成就的 你练武术 不好好真正用功 也是不会有成就的 再一个 你就有了那个成就 机会 助方因素 都有关系 这个王洪生啊 钱呢 在叉赤虎王翔这儿 是真没少话 可是王翔 今天交点这个 过俩月交点那个 不在里儿稍需给他讲一讲 就让这个王洪生啊 就往这儿拿钱吧 今儿个 有些事他全看见了 从打他到了那个叉赤虎 王翔那个家里边 跟王翔请教一些东西 王翔正给这帮徒弟 所谓的徒弟们 有的是为钱的 有的是为事的 那个叉赤虎王翔啊 是耍心他们 尤其对王洪生 就收挖他的钱 根本不告诉真正的东西 今儿个给他讲着讲着 出外边来了两个和尚 王洪生不知道怎么回事 跟着出来接来了 一看 这俩和尚一到 那个叉赤虎王翔 像恭敬爹似的 就接到里边来 接到里边来了 到里边喝酒 他们说这些话 王洪生都听了个明明白白 自己心里边就低了起来了 那头发根子都发炸 心里的话 妈呀 我这才知道啊 闹了半天 王翔是动听狐狸眼线 恰败此时 外边又来二位 请听下位